在国家援护医疗队医务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下 在本市的医务人员的奋力的拼搏下 按照四集中的原则加强分类救治 中医药干预 努力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目前定点医院在院患者 17,644人 方舱医院的在院患者 97,327人 以治愈出院 481,881例 占累计发现本土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总数比例 超过了80% 现在的在院人数 还不到高峰时期的一半 下一步 上海一方面将根据疫情形势 和新增阳性感染人数的实际情况 保留足额的可用的方舱的床位数 另一方面将对这些方舱医院进行分类的调整 比如说 对区级方舱当中条件相对较差一点的 仅承担临时中转隔离平台的这样一些方舱 将加快的关停 请不吝点赞 《可用之后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